大家好,我是依孟 今天分享一道简单易学,口感柔滑的家常菜 丝瓜炒蛋 它以丝瓜和鸡蛋为主要食材 通过简单的烹饪手法 将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口感独特,营养丰富 订阅我可以看更多美食分享了 备好食材 丝瓜,我买的八角丝瓜 鸡蛋,小米椒,大蒜 丝瓜去皮,洗净后切片 小米椒切圈 大蒜切末 鸡蛋加盐打散 加少量清水,炒出来的鸡蛋会更嫩滑 锅中油烧热 炒鸡蛋油可以多一些 倒入蛋液 炒至蛋液蓬松即可盛出 锅中留底油 加入小米椒,蒜末,爆炒出香味 再加丝瓜片,翻炒一分钟左右 倒入炒好的鸡蛋 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清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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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火收汤汁 汤汁量按喜好来留 丝瓜汤拌饭很好吃哦 这道口感鲜嫩爽滑的丝瓜炒蛋就做好了 上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美食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美食制作方法和技巧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